我们来看个数字 就是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全台湾在私校任职 并且领双薪的退休军工教人员当中 军人有982人 公务人员有298人 而退休教师最多了 达到1268人 他们除了就是刚才提到 领私校的月薪之外 还每个月都领政府的月退缝 合计起来这1200多人 一个月的月退缝是超过1亿元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存在呢 长期以来的 对 因为事实上 如果这些退休人员 如果他们都可以到退休 像公教 尤其是不管军公教都一样 他们大概的年制大概都20年30年 那他们现在的薪水 平均大概都有7 8万 那你7 8万你来讲 以他的所得替代率 什么8成来算的话 但每个人的薪水都蛮高的 所以他确实是可以领蛮高的一个薪水 那是当年的 怎么讲 就是当年的制度是这样 这样子造成的 那对他来讲 我花了30年的青春 我奉献给国家 我奉献给这个教职 那我这样领的薪水 他们觉得不为过 那就像刚刚主播讲到说 难道他领高薪了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拉下来说 大家都能领3万领2万吗 那你将来是不是 要把制度改成说 以后老师不能够再依照他的年级 一直往上加钱呢 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量 那在这考量还没之前 那要不要做这样的改革 我不知道政府后来 最后的结论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好像讨论到很多是 要把劳工的薪水 跟军工教的薪水 稍微拉平一点 或他存的利害力要拉平一点 那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其实大家真的很担心 如果一个社会变成 齐头式的平等的时候 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对很多军工教的人员来讲 他退休的时候年纪 也许才50多岁 60岁出头等等 这么大年纪 才这么年轻 然后又有一身的本领 又对社会贡献的热忱 要每个人都去当志工吗 恐怕也有困难在 谢谢大家 你先 communities